WOW 仁仁~~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啦 那最近的話呢 忍者必須死 這邊也有小型的活動啦 其實忍者必須死基本上都是小活動 然後再搭戰我們的大活動這樣 那小活動的話也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來收集一下喔 這次是我們這個寂寞迎春 2月23號到我們3月8日 你只要來這邊獲得我們這個自鐵啊 你就可以換取我們這邊的東西了 那其實像我們這個啊 結神符啊 跟我們這個覺醒石啊 都是還蠻關鍵的東西啦 那向澤民目前來說也是蠻缺紋石的 所以自選的屬性石也是很不錯喔 那其他部分的話就像是我們這個 眷眷啊這些的話應該都還是可以拿一拿的喔 那向澤民現在目前來說算是比較 隨性的在玩的感覺的話 我自己還是蠻想要繼續拿更多的結神符跟紋石的 因為這些東西的話你基本上拿一拿的話 你之後還是有機會可以 就是比如說你想要認真玩的時候啊 你就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去練自己的角色 我是覺得大家就是如果 之後還有機會可以繼續來玩這個遊戲的話 就是可以就是打一些我們的東西喔 那這個獲得自鐵的話呢 裡面可以就是 前往我們的每日試煉啊 或是在我們的委託版這邊 找你的好朋友 發佈你自己想要的字 啊 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有極致兌換 就是你只要集到多少的字 你就可以兌換我們的東西 那像這邊的話 我們要這個結神符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呃 除了一跟星以外的字的話 我們都可以去要求看一下 有沒有朋友們會給我們這樣子喔 來來來 看買幾雷啊 給我一下啦好不好 那我們也可以 贈送他們自己想要的喔 但是我現在都還沒拿到 還沒拿到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別想要我送別人 嘿嘿 我就是要依靠我們自己的這個 呃 實況主之力先跟他們索取好不好 勒索勒索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是有這個寂寞迎春的啦 那就是可以用我們就是 每日的一些挑戰啊 然後拿去來我們的自鐵 然後再去跟別人做一波兌換好不好 那通常像哲平這種實況主來說的話 啊 我們就是伸手牌 啊 沒有啦 開玩笑啦 反正基本上我試一下 還是會去打一些春聯去跟大家 換一下之類的喔 所以基本上 那個忍者必須死的話 都有一些就是很多可以跟大家 互動的一些小東西啊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來玩一下 那每日試煉的話就是這邊的東西 可以強化個武器啊 或是怎麽樣之類的 喔 就可以讓你就是有更多的那個資源 可以去做更多的東西 喔 那如果你不想要就是 欸 強化到一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的時候 你就是 好不好 慢慢的一點一點慢慢點 好不好 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 反正就是來把這個啦 每日試煉這邊弄一弄 好不好 都不錯 進行召喚啊 這些啊 都可以點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達成了這個 每日的這個工作了喔 所以其實手機遊戲都是這樣 就是你基本上就是 玩到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是開始每天登錄 然後開始去按一些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消磨時間 那像哲平的話基本上 現在都還是會每天來練一些關卡啦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忍者必須死的話 如果你就是 退...就是... 太...太長就是一直去領石頭 或是沒有去練的話 那很容易就會直接... 整個...整個... 整個海撩料喔 像因為我最近剛打完我們的那個就是那個... 故事主線劇情關卡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盡量保持我們的那個... 手感喔 就是讓我們的手感好一點點 這樣的感覺囉 好不好 好 那這些就交給大家自己去努力啦 那我們今天一樣 繼續來我們的 精英準牌之旅啦 那希望大家有看到哲平那個...好不好 哲平那邊的需求的那些就是... 那個極致點啊 贈送一下我... 讓我能夠換到更多的節省服 然後之後有新角色或是新的流派的時候 哲平就會... 來抽給大家看喔 好 今天繼續來練習我們的準白哥哥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有點那個印象了喔 大概知道要怎麼閃了 1 2 3 往下 1 2 3 往下 再往上 好 掛到了 沒事 這邊可以繼續用這個來閃一下 反正每天都這樣練一點練一點 吃到有一天會成功的喔 然後這邊1 2 3 沒問題 然後再次刀鋒區 1 2 3 喔欸 完了 這邊應該要下一站往上了 這邊就可惜了 我上次基本上練到就是前面的部分 應該都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這個都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然後就是慢慢的來抓到更好的一個解決點 然後再大招開炸 那就可以把準白 炸死了嗎 我不知道 因為目前來說 如果我們不把這個精英準白打掉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去面對那個更恐怖的精英砂克了 雖然我也不想面對他 但是我們至少盡可能我們還是要 努力挑戰一下喔 不要漏氣對不對 好歹我們也是守護了這個冷村蠻久一段時間的 我們不能讓大家覺得我們就是 就是冷村的這個 這個脫油瓶 欸 我們就是要變強 1 2 3 沒問題 1 2 3 往下再往上 好 這樣就閃過了 又來一次 喔 不是欸 我在幫助他欸 我剛剛都沒看到欸 夭壽 我剛剛都沒看到他在幹嘛欸 好 大招直接開下去了 喔 水水水水水 他這邊繼續這樣子 吃蠻我的大招 喔 那最好 喔 這個是劍氣 哇 這後面這個劍氣是有點偏大喔 好 那我們要繼續挑戰 反正我們有撐到這一回合的話 我們就是繼續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再弄更好的東西 來 村正四下 沒問題 連砍 再來一個 殘月 沒問題 喔唷 喔唷 然後這個我們就是 跳跳跳下 跳跳跳下 欸 掛到了 居然嗎 我以為那邊就OK 就不行嘛 可惜了 好 這個是手裡劍的區域 吃魚吃魚 你吃魚你吃魚你吃魚 你吃魚就對了 哇哇哇哇哇哇 哇 目前來說這樣 我們開完三個大招的話 只能打到差不多一半血喔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看一下 那個 小椒跟蒼牙能不能再撐久一點 尤其是蒼牙的部分 但是黑色的那個球球區真的是 還蠻難閃的喔 黑色球球區 前面的話基本上 小椒的話應該可以撐蠻久的 但是我看一下 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輪轉區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再撐久 123 往下 123 往下再往上 刮到一點沒關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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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23 哎呦完了被刮到一下 火球 火球 能跳的話就盡量跳一下 哇 這邊沒辦法 哇 這個火球其實 還是有它能夠閃的地方啦 但是要習慣一下 因為它那個後面閃的火球 哇 有時候丟很多 有時候丟很少 不知道 在幹嘛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前面部分我們是都沒問題 123 123 往下 123 往下再往上 好 全部閃過 手裡劍區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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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下 上 上 1 2 3 喂 哇 這地方的話感覺就是 第三個那個一定要跳高之後 然後下來找一個落地點 然後 然後一馬上落地就馬上跳起來 才可以閃過後面的那個劍器 好不好 前面這邊的話 這邊一定要無傷過 因為這邊 就不是要無傷過 就是不能死啊 這邊已經不能死了 要過 會比較好 好 123 下 123 下 再往上 下 上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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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 吼 吼 吼 來了 要高一點 然後這個 馬上 這樣刮到一下也沒關係 哇 這樣都刮到了 夭壽 1 2 3 往下 1 2 3 往下 再往上 喔 它好像是連在一起的喔 然後又是這個手一劍 哎 哇 哇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它的那個 劍坡到底是上面還是下面 有點難看 它只能第一時間看它在上面的時候就趕快 就是往下面跑 感覺是這樣子 哇 夭壽喔 大哥 你怎麼那麼可怕 不要這樣子 捏 1 2 3 1 2 3 4 1 2 3 4 5 1 2 4 上 下 上 下 下 上 下 下 跳 跳 跳 刷刷 刷刷刷刷 下來 往上跳 OK 然後這個就是往下 就是 往下再往上 又來 1 2 3 1 2 3 4 然後順一下 然後1 2 3 4 5 1 2 3 4 5 OK 大概懂了 然後這個背後的這個其實蠻好閃的我覺得 哈哈哈哈 但我沒說 哈哈哈哈 很好閃 大家慢慢的了解了 慢慢的了解了 每天練習一點點應該是OK 好 那今天主要來說 因為今天2月23號的時候 有多出一個新的小活動喔 這個是 極字鐵的活動 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去 挑戰一下我們每日的那些活動 然後關卡這個戰令給它打一打 每日這邊 拿完之後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這個 那個字鐵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跟大家換一下 所以大家就互相幫忙一下 如果大家也需要一些字鐵的話 這邊有多樂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玩到這篇啦 我是Pinzi 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